大家好,歡迎收看Bili Bala Talk 加拿大 今個星期很多省份都是Family Day 長周末 雖然星期五下降得很重雪 我自己也剷了 三劑雪,腰都斷了 沒有拍片 堆得很高,再高而又高地堆發 再加上大風雪 免得再拍來拍去,手到冬腔 今天星期日和明天星期一 相對來說,風和日禮了很多 天氣也回暖一點 希望大家仍然享受到 剩下的假期 祝大家 假期愉快,尤其是Family Day 一家團聚 開開心心 跟大家說說2022年 第七個星期 股市狀況和我自己操作和關注的股票 現在來說也是下跌 不過跌幅又不算太厲害 S&P500下跌1.6% 去到4,349點 多不多? 就弱雞一點 加拿大2.5%下跌 21,008點 上星期比美國好看 今個星期相差一點 但差跌也不算太厲害了 倫敦富士100指數 跌1.9% 去到7,514點 香港雖然由年頭開始到現在 比起美加股市是厲害的 不過今個星期都是下跌2.3% 24,328點 日經平均指數跌2.1% 去到27,122點 債息方面 沒有什麼升跌 三個月 兩年 和十年 美國的TB 都是分別下跌 一個basis point 兩個basis point 和一個basis point 反而30年 在未上升一個basis point 去到2.24% 你看到現在又是一個觀望的態度 不過 息差 兩年和十年 已經由上星期收集到非常之小的地步 昨天說經濟分析時也說到 預視到起碼加三次息 75.5% 會否加得再多一點 繼續觀望 看看市況 無論是經濟 就業市場 和通脹壓力 各方面的因素 是什麼 比較多人說 加4-5次息 每次加25basis point的機會率 好似大一點 就未必會急加50basis point 雖然很多報道都說 聯儲局嘗試很aggressive 但視乎你如何 define aggressive 繼續升目以待 油價方面 由上星期相對地高一點的位置 回落了2.4% 到91.66美元一桶 都仍然是高 至於天然氣價格 升上11.3% 金價方面 繼續上升 2% 到1898美元一盎司 快要衝上去1900美元 最主要來說 你看到 這個supply demand的影響 再加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疑慮 未消除 過去一個星期 都發上發落 美股某程度上 也是因為這個因素 而有所波動 當然不是完全因為它 當它說 不是全部撤軍 在東面沒有動過 繼續加注 但是北邊 近一點 首都基庫的地方 就撤了 回到BASE 升了一輪 接著就說有辦法談 但是 星期五的時候 拜登又說 他明天又會動 拜登的事就信不過 尤其是這件事 又說16號動 結果16號 普京說我沒有動 你動而已 接著又說星期六動 結果又沒有動 現在就有些舉動 說他和俄羅斯和白俄羅斯 兩個國家不是一百克 英文翻譯的問題 都是遠親 烏克蘭和俄羅斯都是遠親 但無論如何 在這種情況下 進一步加深 核武軍演 於是互相說 你先動我 你先動 你為甚麼動 那些事情 如果在日子 擦槍走火 然後 有一個漫長 泥漲率的戰爭 我相信對雙方 都是沒有理 尤其是如果這樣的時候 採取一個軍事制裁 各方面 大家一起洩措 尤其是 在歐洲方面 俄羅斯 之前 入侵克里米亞 都曾經經歷過一次 那時候的制裁 之前也有分享過 不算成功 因為只是美國單方面 歐洲 跟俄羅斯 仍然是眉來眼去 不過如果 這次繼續進一步的時候 歐洲似乎未必會採取一個 上次 當年所說的 一個類似 修正政策的情況 如果一個比較強硬的制裁 俄羅斯就蝕卓了 關鍵在於 普京又沒有一個政治制裁 所以來說 都似乎是非常之聰明 來到他 得到好處 回首 他亦都似乎沒有一個 完全是吞併了整個烏克蘭的 決心 和誘因 不過 東部的一些省份 他能不能夠拿到一些好處 令到他們 成功獨立 因為一直以來 他們支持回歸俄羅斯 或者 獨立比較親俄的 民意 相對來說 是較多的 Let's see 情況 如果純粹是一些小規模的波動 甚至射一些火箭炮 各方面的時候 有零星的槍升 對當地的人民當然是一個 impact 但對股市來說 可能 純粹就留於一個波動 當中 就不會一個長期的 下跌 低沉 和一個暴跌的情況 不過這個怎麼算都好呢 拖延 這個上半年 當你 可以 好像黑社會 不是說 俄羅斯一定是黑社會 在這件事情裏面 突然間又來拍門又拋爛腳 有來拿錢 債主 或者債仔 追過 老婆數 已經離婚了 仍然都在搞搞震 那種情況 會繼續來 再加上 通脹 在上半年來說 似乎 就算 不會高而又高 仍然 在高位 徘徊 變相都會認到的事 每次披露這些消息 都會有個 Factuation 當中 還不要計算聯儲局的舉措 加息 又會覺得 加得這麼急 加得不夠 都會 令到市場 有很多 reason 來 哪怕的 reason 對不對 都會有一個Factuation 繼續拭望以待 坐穩 接著 到美元價格 對家園 沒有什麼升跌 仍然維持在 1.2749 這個水位 在股市方面 美股 其實都很棒 例如 最近 過去星期 繼續 進入 Google 和Microsoft 現在 Google $2600 $2600 Microsoft $288 Google 其實都值得入 之前說到 $3000 扔了一點 股價 值$3000 或以上 我比較 conservative 少少 很多大行 其實 $3400 $3800 都有 我$3300 $3400 現在 $2600 $2800 價格 Carlox 出了業績 都算OK 現在 回到66.1 超市 都有 我自己想吃的 粟米片 Vector 我都要 今天出街買 一些 如果沒有貨 早上 不知道吃什麼 餓著肚子 很可憐 當然我可以吃其他東西 我不喜歡吃多士 我自己都放了我的 short term portion 只剩下長 term portion 在當中 GE 那些人就 creditize 管理層 雖然出了業績 遲些可以分享 都算OK 中規中拒 跌回到92.7 有$100 我本來 在$90 左右 入了short term portion 這個是 兩星期前的 時度 升到100 101 左右 我扔了 現在又跌回到92.7 我又入了 一個 short term portion 3M有機會講講 下沉到147.6 都值得 去入 然後 Ambridge 在52.6 這個位置 之前錄片說過 他的result 是OK的 如果你想長期持有 是一個 挺好的選擇 當然 如果能夠等到 跌破50元 是最開心的 油股現在很高 所以我逐步 放感 畢竟 油價 始終波動 剛才說到 Depend on 戰爭 各方面 之後 可能會 真的 緩和下去 的時候 這些股票 都可能 會 下跌 金價也一樣 影響到 Barrick Gold 上回一個短期的高位 29.9 現在接近30元 再加上他出了業績 也是OK的 無論是production Profit 接下來的 outlook 也是樂觀 視乎你想短炒 還是 相對來說 我不建議你長渣 中期來說 是官網 在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是短的話 你可能 就會放了 短期的 這就是 我做的 如果長遠來說 你覺得 打仗的 溫度 就算不升溫 繼續在tension當中 再加上 傳統來說 也是一個 Hatch Inflation 的方法 似乎 在這次的情況之下 也有一定程度的滯後 在當中 假如你覺得 今價仍然有望 上回1900 甚至乎 約2000 股價 可以上回32或以上 TMX 多倫多滿地可交易所 跌回124.8 由132 元左右 值得來吸 我自己 未來這個星期 也會吸少少 這就是我自己 每個星期 或者 Potential 未來這個星期 Potential 的 狀況 的操作 有人問我 Google 值得入 還是Microsoft 值得入 其實兩隻 現在這個水位 我覺得Google 是吸引一點的 完全是因為 股值 現在現價 的 距離 不過你也可以分散投資 畢竟這些 高科技股 它的板塊 不是 完全 一樣 所以你不可以 視它唯一 類型的 股票 買入買出 各方面 兩隻都是 吸引 所以 證明了為什麼 我兩隻都 繼續買 只不過 Portion 來說 我吸入Google Portion 是大一點 但是 因為之前升得那麼高 再加上 股市 相對來說 波動 所以 你不需要 真是 過分地 急躁 來 入 還會有一段 時間 來 震通 甚至乎 沉底的 Potential 都還有 要注意 或者比較穩 就像我一樣 分段買入 Anyway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機人股票 自己投資 自己 研究 自己來 負責任 非常之重要 我自己僅僅是一個 我自己操作 推介 分享 幫到大家 或者作為一個 參考 異議 不要剔 歡迎大家 Like Subscribe Share Bili巴拉托